怎样才能将枯燥乏味的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有趣 香港的3D Avatar School就将网络游戏注教学软件 让学英语的小朋友不再感到沉闷无趣 德国人Klaus Nemzow受到儿子玩网络游戏的启发 创办了3D Avatar School 只要登陆到这个虚拟世界 老师会带四到六个学生完成探险任务 学生通过回答英文问题来储金币 迎积分从而升级自己扮演的角色 当我看见我的儿子 他当时10或11岁 他最终在玩游戏 像《世界战略》和《世界战略》 他当时10或11岁 他基本上是一种幼稚人 他们在允许的城市和30个人作为Avatars 我看见他在做非常困难的专业 他们在合作专业、团队 在解决很困难的问题 他完全联系在这方面 这就是为何学习 比较为年轻人更适合 比较相当于玩游戏 李永亮几年前从纽约回聊香港 同从伦敦到港的NamesO一派即合 2010年他们创建了3D Avatar School的普通话网络教程 但中国巨大的英语教育市场让人不能忽视 自今年1月起 3D Avatar 已在中国南方启动测试板 接纳了300多位学生 适用他们的英语教学软件 最主要现在中国就是需要教英文 我们的市场在利益方面 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最主要的目标在中国之中 就是想做第一个 online的educational provider 加上在数目方面 我们现在有这两间学校 总共数字有两万个学生 我们都希望将我们现在存在的300多的学生 可以加上两万的学生 那个core就是这个immersive和这个interaction 比较想一个traditional classroom 和老师在一个课室里面 和这个比较 他们当然是选择这个3D Avatar School 但最主要又有听到 就是一个老师跟我们说 就是说因为这个游戏 现在很多同学在课室里面 就反而集中精神了很多 因为他们想和他的朋友仔 在这个虚拟世界玩的时候 他想玩得好个人 躲分躲得多个人 就有这个这样的motivation 发达的互联网技术 不仅让教学抛弃课堂的限制 激发更多学习热情 也让3D Avatar 卖出传统办公室 搭建了一个24小时的办公网络 他们相信 香港拥有成熟的互联网技术 是支持公司发展的关键 香港有这个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去support 我们这个software 我们这个software 其实都很需要一些 比较高技术的 其实中国很多时候 很多叫做Tier 3的城市 是 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就是去用我们这个产品 那香港当然不用说就是 是完全足够的 这个技术的要求 去support 我选择香港 已经得了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的 最佳商业系统赢奖 在完成了数码港为期两年的培育计划后 他们最近搬到了位于香港科技园的新家 继续开发他们的新产品 现在希望就是做好这个产品 这个和这个服务 在中国可以再发展 先再回来或者香港 我们都有想过在香港 在澳门台湾 甚至日本和韩国 都会再发展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